天父的孩子 今天你都好吗 我是香香牧师 我要为你祷告 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 荣耀的父 将那次人智慧和启示了灵 赏给你 使你每天都能更多地认识祂 打开你的眼睛 看见在基督里 祂已经给你的供应与祝福 打开你的耳朵 听见祂借着圣经的话语 给你的引导 现在我们就来一起 领受神的话吧 马太福音第八章 十六到十七节 到了晚上 有人带着许多被鬼附的 来到耶稣跟前 耶稣只用一句话 就把鬼都赶出去 并且治好了一切有病的人 这是要应验先知 以赛亚的话说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约翰三书一章二节 亲爱的弟兄啊 我愿你凡事兴盛 身体健壮 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 凡事就是一切的事情 任何的事 所有的事 没有一件事是例外的 天佛的孩子 圣灵透过使徒约翰说 上帝渴望看到你在每一件事情上 都是成功的 没有任何的例外 上帝也渴望看到你的身体 是全方位 每一个部分都是强壮健康的 圣经说 耶稣赶鬼 医治了一切有病的人 是为了应验先知以赛亚的话 以赛亚书 古诗三章第四节说 他代替我们的软弱 担当我们的疾病 因为上帝定义了 耶稣受鞭伤 我们就会得医治 耶稣受刑罚 我们就有平安 耶稣知道 他自己一定会去付这个代价 所以在耶稣的时代 耶稣不仅自己走遍各城各乡 到处的医治病人 还差派门徒 也去医治 甚至 要我们这些后来信耶稣的 也要照着去做 并且 应许我们 要做比耶稣更大的事情 因为 医治是上帝的心意 上帝要耶稣承受鞭伤 让我们全部都得了医治 就上帝的角度 耶稣已经付清了 一切疾病的代价 因此 所有的人 应该都要从 所有一切的疾病中 得到释放 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例外的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疾病 是耶稣的边上无法医治的 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人 不配得着医治 现在 我邀请你 和我一起做以下的宣告 我相信耶稣已经代替我的软弱 担当了我的疾病 医治是一个事实 医治已经包含在救恩里面 我已经从一切 所有的疾病中 得到释放 现在就得到释放 因为耶稣已经付上了代价 耶稣已经付清了 我不需要再富 也不应该再富 因此 现在 奉耶稣基督的名 一切非法入侵 非法停留的疾病 我命令你们 立刻离开我的身体 你们没有权利 停留在我的身上 我拒绝 所有一切的疾病和软弱 奉耶稣的名宣告 我现在 已经得了医治 我已经活在超自然的健康中 感谢主 荣耀归上帝 奉耶稣的名祷告 我们一起说 阿们 天父的孩子 无论发生什么事 一定要记得 天父爱你哦 听神的话 他必救你脱离网罗 引导你走异路 你接受耶稣成为你的救主 你就是神的儿子 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 现在已经住在你的里面 要使你的生命 从头到脚 从里到外 都充满了复活的生命与大能 你罪得赦免 病得医治 手按病人 病人就必好了 必有神迹 骑士跟随你 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